那這個地方喔 它做出來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也許就是說 我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然後下拉清單的時候呢 假如說我今天是2015年的 這個月份是12月份好了 那它的第一天一定是在哪裡呢 一定是在這個日子 就是在禮拜二的位置 那我怎麼知道禮拜二的位置呢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們點右下角的位置 這邊有個這個月份的 那你想說老師這個是不是巧合呢 有沒有剛好是禮拜二 然後31天 那是不是巧合試試看喔 上個月份11月份 第一天剛好禮拜天30天 點一下去看一下就知道 上一個月份 有沒有剛好禮拜天30天沒問題 所以重點就是兩個啦 一個是到底 如果你今天要產生一個萬年曆 有沒有方式 如果下拉清單之後 它可以按照我們的年跟月 去產生一個正確的第一天位置 跟哪一個呢 跟總共幾天 然後呢不應該顯示的不要顯示 那一樣是在這個格子裡面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講過就是說 要怎麼樣快速產生1到42嘛 對不對 可是1到42產生之後會有個問題 1也許不一定是在禮拜天的位置 那我要知道說比如說我今天是11月 那我要剛好它是在第一個位置 那沒問題 可是如果是12月份的話 它的第一天日期是在禮拜二位置 所以你就必須把1放在禮拜二的位置 那必須前面空兩個位置給它 有沒有 所以往後移動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一個月到底有幾天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我們上禮拜 你們開啟之後把它刪掉好了 大概再簡單複習一下 第一個就是用current 所以這邊的話 參照這邊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用檢視與參照current函數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直接向右應該ok啦 1到7 可是向下的話它還是1到7 而且因為它抓到永遠都是A欄 A欄就1嘛 那如果說你要向右向下ok的話 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倍數 所以row 用row來做 所以這邊的話我打一個 加上什麼 它的倍數 那因為每一週有7天 所以我這邊加上什麼 加上row 那row的話現在它是在第三列 所以記得第一次 不要加上7的倍數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3 應該知道意思吧 因為這一列它不需要加7 可是下一列要不要加7 要加1倍 加2倍 加3倍 4 5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刮活乘上7 那這種方式 以後在很多esail裡面的試算表裡面 都合用 OK 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向右 向下 不過這裡的話 不需要考慮到鎖定問題 因為